老人健康照护一直是高龄化社会的重要议题 智慧健康照护已经成为科技新趋势 工研院与竹红企业合作 将一般布料改制成为智慧衣着 结合耐水洗导电纺织品与耐秒脉冲进场感测技术 成功开发出智慧感知照护衣iSmartWear 以奈米材料为导电载体 运用软性天线印刷技术印制天线 再透过热转印技术将天线与纺织品结合 成功将机能性布料转型成导电纺织品 同时兼具高导电度 可挠区 耐水洗等特性 并运用耐秒脉冲进场感测技术MPNS 透过微型低功率雷达发出探测波 反射波被接收器接收后 再将信号传送到手机 可以及时显示心率呼吸等生理数据 工研院创新智慧感知照护衣 可以利用非接触生理感测技术来进行侦测 不仅可以透过蓝牙传输和ICT系统整合 更具有体积小 灵敏度高 低功耗 低功率 高可靠度 与高穿透性等优点 工研院的智慧感知照护衣 未来可应用在年长者 健康照护 医疗管理等领域 以减低医护人力负担 强攻智慧健康照护市场的新商机